腾的家具 本身都是一种手艺性的 各有各的不同 我们是渐进式的行业来的 我只是说读书后 就是看着我父亲在那边做 我就是模仿他 无形中累积经验 然后才学会 它腾本身都是很耐热 不穿着 所以它是很好的家具 很旺盛的那时候 70年代开始到80多年 多数都是在从印尼那边过来的 我们的生意多数是欧洲的 因为新加坡那时候在整个东南亚 是一个最好的商港 珍美丽藤器 这个商号就是我父亲做生意的时候起的 它是从1948年 我们做藤业要先拜一个师傅 要学他的技术 大概都是要两三年的时间 学了 会了基本的后 他才会离开那个师傅 来自己闯荡 然后自己再深造自己去闯 我父亲在18岁的时候 他讲他是从中国来到香港 那么香港那边学这个腾的手艺 学后呢 他就跑来南洋这边新加坡 在创业 到了90年代 每个人都是喜欢买那些比较重的家具 我成为一个 专业维修旧家具的工作 一直到最近 我们做这些行业有一个原则 我们的座位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高度 尺寸 宽度也是有一个固定 只要我们拿住这个方程式 不管它的样子怎么样变 我们还是要照这样做 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看一看 你都可以试试 好的 谢谢 谢谢 他们很多都是有点怀念 因为毕竟那套家具 已经跟他二十多年 有一份感情在那边 另外一部分就是 他们把他们父母 遗留下来的家具 成为他们的一个 怀念的东西 很多顾客都是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就是说 你的手艺真的不错 不会说为了赚钱 而去只是做这些东西 这种手艺是比较 看粗糙跟精细之分 手工做的精细的话 顾客他肯定很满意 我们制造一个椅子也好 任何一个成品 都是要经过我们的头脑 想跟那个考虑到顾客 需要的心情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法 做什么都是要用劳力 做做做就是爱上了他 我们就是继续做下去